美國非裔黑人男子法洛伊德 被白人警員跪頸致死案 陪審團退庭商議超過10小時後 一致裁定時任警員蕭曼二級謀殺 三級謀殺和二級誤殺三項罪名全部成立 法官宣布撤銷蕭曼的保釋 蕭曼被鎖上手扣帶走還押後判 法官表示總統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 稍後將會回應事件 大批法洛伊德的支持者 知道蕭曼被定罪後在法院外慶祝 有文權特斯認為蕭曼被定罪是美國的歷史轉折點 認為佛洛伊德的家人終於得到正義